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学会了静下来 安静下来内心的声音 那这是对我人生一个最大的影响 最大的转变 那我记得非常清楚的那一年 我在阳明山在文化大学 参加一个活动 有一天早上在安静的时候 我心里面有一个想法 就是我根本就不爱这个女孩子 我爱的是我自己 所以呢 我在追求我的一个想象 而我不是真的爱当事人 那个事实上真的那个人 如果我真的爱她 我应该要在乎她的感受 在乎她的需求 因为我对她的心灵 对她的生活 已经造成了很大的困扰 但是我还是觉得我有权力可以这样做 所以当下呢 我就下了一个决心 说我要停止这样的追求活动 然后呢 我要停止一切的追求活动 我不只是不要再追求这个女孩子 我从此以后不再追求任何一个女孩子 那我就把婚姻这件事情 我要交给老天爷 如果你要我结婚 你就给我一个女人 然后我如果很清楚知道你给了我 那我就结婚 要不然我这辈子没有结婚也没关系 然后我自己一个人 我也可以把人生过得很好 所以那一年我是29岁 我下了这样一个决心之后 我整个人呢 就轻松了 然后我也不再因为谁喜欢我 谁不喜欢我 然后感到苦恼困难 但是很奇妙呢 就在我下了这个决心 过了两年 我就碰到一个 让我觉得非常吸引的人 但是我告诉你 就等待不可以采取行动 好 稍安勿躁 对不对 不可以落出眼心来 那但是很奇妙的 师母呢她来到台南 然后我们有机会聊天 哎 发现我们有很多地方很像 那时候我们才见第二次面 那我们在散布的时候 我就好奇的问她一个问题说 哎 你有没有想过你的婚姻啊 你对你的婚姻有什么想法 那她很避暑 没有回答 她只有笑一笑 也不跟我讲她的看法 但是回去之后呢 她就苦思了一天 有人说问我这个问题啊 她的用意是什么 到底呢 她是觉得我是一个不错的人 所以她有认识的朋友 想要介绍给我男朋友 还是她在自我推荐呢 她想再追求我呢 所以她回去之后呢 她想了很久 然后三更半夜 半夜十二点的时候 她打了一通电话给我 她就误我 说 你那天我对婚姻的看法 你是想要跟我介绍男朋友吗 如果你是跟我介绍别人 我的答案是不要 如果你是推荐你自己 我答案是可以 来师父本人在现场 给她看一下 如果我上面所讲的任何怀疑 都可以向她求证 我们就是这样发生的 当然我迫不及待的说 我推荐我自己 那她就说好 那我们可以 所以 我们三月二十九号第一次见面 四月十九号第二次见面 然后我们就订下同事了 那六月她出国 九月都回来 十月我们订婚 十月一月结婚 所以呢 我们根本啊 没有谈令感 所以结婚之后呢 我们最常听到口头肠是早知道 早知道 早知道 是 那她很多朋友也都说 你真的是很大胆 但是我相信 她是缘分 婚姻是一种缘分 所以 去这个缘分呢 不是我们自己求来的 是上天给予 去珍惜她 那我一直很相信 婚姻呢 是上天的 选择 也是一种恩赐 她是赐给你 赐给你 这样的婚姻 另外呢 经过这么多年的 探讨跟学习 我也觉得婚姻 最重要的 她就是 成长 所以 婚姻呢 是上天 赐给人 一个成长的机会 所以婚姻不是来享受 婚姻也不是来 来 向别人 战士 或夸耀 说你看 我很信 我结婚了 哦 真正结过婚的人 哦 知道 这个智慧的人啊 就会心里面暗笑说 你惨了 你不知道 你还以为你 你夺标了 其实呢 你是 进了一个 考验非常严格的学校 哦 所以在婚姻当中 如果 没有那一种 学习跟成长的精神 你的婚姻 注定的是要踢到铁板 而且呢 困难重重 哦 所以不要以为结婚是上天堂 我跟各位讲 结婚也可能下地狱 哦 苦不堪言 因为婚姻的困难 痛苦 跟挫折失败 而想不开的人 多的是 哦 有些人想不开 是把对方毁掉 哦 那有些人想不开 是把自己毁了 对 然后呢 或者 甚至 把小孩子都 一起带走 那我想 婚姻对一个人 身心的造就 跟 对身心的折磨 是 都非常的巨点 哦 所以 婚姻 是 学习的机会 学习的机会 那如果在每一个困难的地方 每一个冲突的时候 你都带着一种学习的精神 那每一个冲突 每一个困难都会成为机会 那有人也讲过一个家庭 或者一个婚姻 能够允许冲突的存在 是健康的标准 也就是说 会有冲突 会有困难 这是非常平常 非常正常的 哦 你允许它 你允许冲突存在 那代表你是健康的心态 你不允许冲突 你害怕冲突 每一次冲突的时候 你就想逃避 哦 然后呢 就希望趕快冲突 趕快过去 不管是割地赔偿 哦 你要什么我都给你 只要我们不走家就好 那有些人呢 是一碰到冲突 他的所有的次威 通通数起来 然后就准备跟对方大战一场 哦 充满了好战的精神 然后呢 一句话 一个 一个想法 一个动作 我不肯输给对方 好像 我非跟你争一口气不可能 哦 那我觉得 这样的 观念态度跟做法 都不是 对婚姻最好 所以婚姻呢 邀请AAG 邀请 Ewa E U E